大学繁星推荐放榜 录取率畅下了新高 今年录取推荐人数最多的高中 都是社区高中 像是台北市的玉城高中 推荐了150个人 有80个人都被录取 是台北市表现最亮眼 国中基策P277 绕校天进入玉城高中时觉得要上国立大学得很拼 过去两年半在校成绩保持得很好 繁星录取台大地理环境资源系 国中的时候没有很会读书 就是功课没有很好 所以当初考玉城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 可是后来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对读书有兴趣 徐伟伦学策62级分是玉城今年榜首 但这成绩要申请政大第一阶就会被刷掉 幸好靠校排前百分之一的成绩录取政大地震学系 有些系可能分数比较低 我也不是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申请 我一样填报名表 可是我填的就是私立大学这样子 玉城今年繁星推荐150人 录取80人 其中40人国立大学 是台北市表现最亮眼的高中 进来的时候也许好像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亮丽 但是我总是一直告诉我们的学生 其实学习这条路 其实它就是一个过程 其实我一开始是被取进来 所以我常常有点掉车我进来 我一直就觉得应该我没有比别人好 然后就第一次断考 意外他考就考前三名这样又吓一跳 然后就后来就想继续维持这样 今年繁星提供一万三千多个名额 录取了一万两千多人 录取率52.57%创下新高 而六百多名推荐医学系的学生 一届筛选后有308人 进逐147个名额 繁星虽然只占总招生名额的一成五 却已是社区高中学生极其重要的升学管道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